市長委台上來到七股區四十老廚白水港町 其他就是市長請出貨 但風連水的民眾也感到現場來關心 我們今天來到看到七股的流錯排水的整治 事實上看到在2018年0823的水災裡面 很多沿海的地區 還有排水比較相對狹窄的地方 事實上都淹了水 那治水是一步一步治理的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第一期的流錯排水的整治 大概工程已經完工了50%了 希望說今年下半年 最好是能夠去八月八九月的時候 就能夠大致可以發揮防洪的功能 過去老廚白水都在大河市上的造型營水 影響到基民生命財產安全 為了提醒地水的信號 此後這期鄉水利素 尽出前瞻基礎跟實價位 希望可以有效提醒出旁紅紅的龍靈 那在整個工程的部分 我們這期工程大概有1.2公里的整治 那在工程的興建過程中間呢 我們發現到它有一些文化遺址的問題 這是我們在工程施工中必須特別需要帶客服的 必須透過施工監看的部分來保護一些文化遺址 那我們在這個整治過程裡面呢 也發現到就是它過去有些提案高度不足的地方 所以說也就是在這次施工過程中間 我們將提案加高了50公分 那這個工程呢 在去年的10月份來開工之後 預計在今年底能夠順利完工 那訓期來的這個期間呢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一些防訓的一些整備 包含著整個渠道裡面的 我們也做了一些清書 還有它的一些提供的一些抽牌水的部分 我們也要來特別注意 這個改善工程那是完成在貨櫃來年的時候 其民到要煩惱會有營造的問題 都是在地鄉親在台南土地上的紀錄研 南天是無聊三次還有採訪報道